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UV它的整个造型设计无论是侧面还是前脸都走的是比较科技前卫的路线 那么整个前脸用一条贯穿式的灯带加上黑色的打底映衬出来 让你感觉到仿佛来到了未来的某个机器人的时代 那么整个前脸的层次感也是比较突出的 灯带的黑色打底加上下杠的黑色打底 让这台车的层次感是凸显得非常明显的 那么灯组其实是安放在这个位置的 远近光的灯组还带了透镜 所以说它的实用性还有它的美观程度 跟这个车头是融入到一起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里边 也就是前面的机汤盖打开之后会有个前备箱 它的前备箱是带有盖板的 比一些其他车型的直接裸露在外边的话 来的是更保险一些 或者说是更好规整一些 那么在车身侧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车的车身长度是4690毫米 所以说你会感觉到它是一个比较紧凑的生产 但是从车身比例来看 整个车高还有它的一个宽度融合在一起 你不会觉得这台车鲜小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轮毂和轮煤都做了特别的设计 轮煤采用了黑色的这种是仿碳纤维的花纹 其实是一个塑料的覆盖件 加上侧裙一直拉通 让这台瑞兰漆有一定的宽体的效果 那么轮胎部分用的是一个朝阳摊 那么轮毂的造型是比较犀利了 它的尺寸来到了18寸 我个人觉得这个轮毂的造型 或者是轮毂的尺寸如果能更大一些 可能会更炸裂一点吧 这个就留给后期车主自己动手来做一下 我们到车位来看一下 车身C柱往后就做了一个仙背式的造型 而且它Coupe的风格也凸显出来 它的后备箱是采用了一体的仙背式的造型 所以说打开之后 整个后备箱的开口 还有它的高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从这里我可以看到 后备箱的平整度是非常OK的 另外一点就是这台车的整个车顶 可以看一下做了熏黑的处理 也就是说它营造了一个 悬浮车顶的这样的感觉 尾部的尾灯跟前部的头灯 是有一个呼应的关系 依旧是这种贯穿式的灯带形式 不过整个尾部稍显是比较的简单简洁一点 非常简单直接的给了锐兰和2L 也就是锐兰7的车标 那么再到车上来看一下 来到锐兰7的车内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内饰上的一些设计亮点 首先整个座舱营造出来的感觉 还是偏科技感的 前面有个9.2英寸的调屏 作为液晶仪表盘的一个使用存在 那么中控大屏的尺寸来到了15.4寸 尺寸还有它的显示分辨率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而且它的操作逻辑 我觉得做的是比较聪明的 左边给了一栏都是会计按键 而且可以自定义 那么在中间可以进行选项的操作 退出来之后 主界面就是一个地图的界面 也是我们高频使用的一些场景 那么再往下看 由于采用了怀档的设计 这里给到了两个手机的放置区域 不过左边这一块是支持无线充电的 后方有背架 下方还有储物空间 那么整车的用料和做工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价位和级别里面 还是算比较出色了 包括门板的用料 门板的包裹 还有座椅 这种打孔皮质的感觉 我觉得在13到16万这个价格区间 算是做得非常好的了 来到后排 腿部空间的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 两全半左右 它的轴距是2775毫米 所以说这台车其实出自于水晶架构 它的整个车辆的空间内部的使用率 还是做得OK的 头顶有一个全景天幕 而且从这里我发现 它整个车内的车顶都是这种直绒面料的 显得非常有质感 包括座椅的面料也用了皮具和这种绒面的拼接 是一种比较有格调的显示了 那么地台采用了一个纯屏的设置 不过后排是采用了简单直接的拉通处理了 虽然说坐上来或者移动的时候会更方便 但是我觉得如果座椅定的下限感 或者每一个座椅有一个线位感 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么在动力方面 锐兰7搭载了180千瓦高性能夜冷电机 风制扭矩达到了385牛米 0到50公里的加速时间仅需2.8秒 那么CLTC续航分别是450和605公里 并且可以实现换电功能 对于这台锐兰7我觉得它终于是迎来了上市的日子 那么它最大的优势呢一个是性价比 另外一点呢它是有强大的技术做支持做支撑的 还有一点啊就是它支持换电和充电两条赛道 我觉得这也是异于一些竞品的优势所在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对于日兰7这台车的一个上市发布会的现场报道了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